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疾控中心今天更新防疫指导 建议恢复对已接种疫苗的人群 在特定情况下的室内口罩令 报道指出这次防疫指导更新 建立在全美疫情数据再度增加的背景上 随着Delta变异毒株 席券全美过去两周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度激增 同时有更多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群感染病毒 另外CDC也建议所有K12的学校内 无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所有人都需要佩戴口罩 白宫新闻秘书沙琪表示 卫生机构的决定都是基于不断变化的情况 而是否改变口罩令 将会取决于CDC以及健康和医学专家的指导 加州州立大学CSU 今天要求所有校院内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秋季返校之前都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加州州立大学的校长卡斯特罗曾表示 此类的疫苗接种要求会等待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后才会执行 不过他今天该扣说FDA目前还没有完全批准 但离学校开学日越来越近 而高传染性的Delta变种病毒依旧肆虐着加州 因此他要确保每个校区内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都能获得安全 他也表示许多校区都配有诊所 CSU会与其他医疗组织合作 加强医疗卫生设施 卡斯特罗还补充说 做出该决定之前已经与旗下23所大学的校长以及教职员工会 学术参议院和加州学生协会进行了咨询 讨论结果都保持了一致 负责调查1月6日国会骚乱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今天召开首次听证会 听取冲击国会大厦的暴徒进行搏斗的4名警察的证词 作为调查员之一的众议院利兹钱尼今天宣读了开幕词 他称该小组需要超越政治克服掩盖叙事的努力 以及必须要知道在国会大厦里发生了什么 必须知道那一天在白宫的每一分钟都发生了什么 每一个电话每一次谈话 袭击前袭击中和袭击后的每一次会议 作为一名保守派的共和党人 钱尼被众议院院长佩洛西指派参加此次的调查委员会 他也明确表示自己和其他成员一样不会倾向于任何一个党派 唯一的责任就是遵循事实的引导还原事件的真相 涉嫌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枪杀8人的嫌犯罗伯特朗 今天在切罗基县听证会上承认对其中4名死者负责 目前他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据报道根据事发地的位置 嫌疑人分别在富尔敦县和切罗基县被起诉 如果他在另外4起枪击指控中被定罪将面临死刑 届时除了枪击谋杀相关的指控外 他还将面临仇恨犯罪和国内恐怖主义罪 3月16日亚特兰大两家水疗中心和一家按摩院发生枪击案 导致8人死亡其中6人是亚裔女性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